近几年来最好看的五部古代女性群像宅斗剧 最近随着星汉灿烂的热播 宅斗剧似乎又重回大众的誓言 这类剧通常以古代男权社会中地位卑微的女性为视角 经常会融入宅门 江湖 庙堂 战争 言情 历史等元素 见证一个家族的兴衰 有的故事比较沉重 有的故事则比较偏清喜剧 那今天小文就为大家推荐五部好看的宅斗女性群像剧 第五部 星汉灿烂 改剧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小说星汉灿烂 兴甚至哉 享受了一个掩盖锋芒 在内宅里苦苦求生的成家女 受伤和一个能力超群的新弟义子 零不已 两人如何在冲冲陷阱的内宅和尔虞我诈的宫廷中 各自成长携手前进的故事 作为一部国偶剧 星汉灿烂可谓极其多种元素 故事至少包含了古装 喜剧 复仇 言情 权谋 战争等多种情节 除此之外 家庭教育元素的介入也给这部古偶剧 带来了一次创新和突破 这部剧上半部的宅斗很是别具一格 没有传统宅斗剧的音域狡诈 反而逗趣横生 轻松搞笑 下半部中的复仇权谋却又很压抑虐心 为什么还不报仇 林宝宇 林宝宇 另外 从剧集营剑看 上至千军布阵 市井街巷 下至道具七米 无视装容 有他自成一体的工笔 展现圣经 对决等等内容的特效 很是不错 值得一看 第四步 当家主母 该剧以清朝为背景 聚焦经营传统知谨的任家大宅 任家家主任雪堂因意外下落不明 从此其名为正取的七和青梅竹马的初恋 两个天生的宿敌 为了传承知谨 文化携手合作 从争锋相对的情敌 变成一敌一友的知己 在经历了千万坎坷挫折后 两人兼负其任家基业 并在过程中发掘自我价值 缔造苏州商业传奇的故事 你是我一生的四人 你是我一生的 这是部女性群相爽剧 剧情节奏舒适 没有多余的情节 众女性角色鲜活讨喜 没有拘泥于内宅斗争 女人集体搞事业让人看得十分过瘾 人的命长短 都不由自己 你没辜负她 她没辜负你 这便够了 第三部锦心四欲 改剧改编则网络小说 序女攻略 是一部小小序女生殖祭 讲述了明朝年间 序女罗十一娘虽地为卑微 却极有主见 意外嫁给永平侯大将军徐令仪 她用乐观积极的心态 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依靠努力收获徐家上下的信任 之后与永平侯徐令仪 为维护家国安宁 改善民生 力挺开放海进 两人几经周折 情愫暗生 闲婚后爱相知相许 在丈夫的支持下 十一娘开绣坊先灵阁 努力传承刺绣记忆 令人遗憾的是 锦心四欲删减了原著中的 大量宅斗和朝堂斗争情节 改编后偏向爱情填宠剧 但中汉梁和谭松韵 极具吸皮感 甜度爆表 也是值得一看 父母父母 父亲可胆小了 那么大了 还要母亲抱着睡 第二步 卖年花开 月正元 穷人女孩周莹 被养父卖到沈家当丫头 周莹逃跑时 躲进吴家大 少爷无聘的教终 颇具商业头脑的周莹得到了吴卫文的赏识 被或许留在吴家 沈兴怀疑沈家大少爷被吴聘暗杀 出手将其打伤 唯一就昏迷的吴聘 周莹嫁入吴家冲喜 吴聘身亡 吴家处境困窘 周莹用自己的方式担起了吴家大爷的重振之风 从此开始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这部剧也是宅斗题材的经典代表 以真实人物 清末陕西女首富周莹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改编 讲述周莹从小丫鬟逆袭人生的故事 电视剧故事很精彩 真实的周莹没有这么戏剧性 但为了让这个人物更鲜活 安排了他有命中注定的两个男人 感情线超虐的了 在融合商战斗争 家族仇恨 不狗血又好看 第一部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大宋年间 扬州通判圣红的女儿明兰绘质兰心 聪颖可人 可惜母亲未测试 她被遭嫡母的嫉恨 后来宁兰听从母亲临终嘱托 手脸锋芒 投靠圣老太太 最终宁兰人辱服众 一步步闯过人生从中考验 用自己的力量追寻着人间公正和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部剧剧情缓缓续来 人物形象丰富饱满 生动幽默 一些人生哲理还包含其中 尤其是剧中展现了北宋社会的文化风气 礼仪制度 以及一些官宦人家的娱乐休闲活动 堪称一部宋代美学大剧 从大宅府邸 截头瓦像 家具摆件 服饰穿达 到坟香点茶 挂画插画 礼仪规矩 到风土人情 每一帧的画面都让我们仿佛在欣赏一幅幅精美的宋代风情画 随手截一张图 都像是从清明上和图上剪下来的一段 很是用心 值得反复观看 好了 今天小文的分享就到这了 姐妹们 喜欢的话就点赞关注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